下一位,我們請蘇委員巧會咨詢巡答時間15分鐘。 好,主席,我們請蘇院長。 好,請行政院蘇院長。 院長好。 巧會委員好。 院長,1996年的時候,你當選台灣第三屆的立法委員,所以你站在這邊質詢台。 2007年的時候,你擔任了行政院長,所以你站到了對面去。 2016年,我當選了台灣第九屆的立法委員,所以我記得我在第一次總質詢, 質詢林全院長的時候,我就說,我爸爸當年曾經站在對面過。 但我沒有想到今天,院長站在這裡。 院長,人生的劇本不能偷看。 你也應該沒有想到有今天這樣的場景,應該同意吧。 我非常感謝台灣這個國家這塊土地培育我們,人民支持我們。 今天,能站在這裡,面對蘇巧會委員的質詢。 雖然我借盛努力,但我非常感謝國家人民跟你的選民支持,讓蘇巧會進國會成真。 而我是地表最幸運的爸爸,老爸。 我可以看到蘇巧會進國會,也可以最近的距離,看到自己的女兒在國會表現。 謝天謝地。 但是今天,院長,我站在這裡,當然是立法委員。 所以不管是你,還是我,我們都是派到鄉親的期待跟信任。 所以,我們今天在這裡,我想我們的心情都一樣。 我們就是要為台灣這塊土地,為我們的世世代代,我的孩子輩,你的孫子輩,讓他們在這裡可以更快樂,更安全,更有自信的長大,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。 所以,我今天在這裡,與其說是一場質詢,坦白講,不如說是一場在國會殿堂上的世代對話。 我希望能夠透過這一場對話,讓我們台灣的種種問題,院長您來呈現。 所以,從頭到尾,由院長本人來做觀念的表述,這院長應該沒有問題吧? 沒有問題。 好,院長,為了今天的質詢,我去爬梳,這二十年來,台灣面對的種種問題。 很遺憾,坦白講,我看到有很多問題是長年的老問題,從你的年代到我現在,完全一樣。 我舉三個例子就好,三個例子。 第一個,中國。我們在二十年前,1995、1996的時候,我們面對的是飛彈危機,中國飛彈要攻擊台灣。 在這個時候,當時,有要競選總統大位的人,曾經對當時代表台灣主體意識的李登輝說, 如果你投給李登輝,就是選擇戰爭。也有人批評說,他們是利用台灣人民的恐懼,他們的家庭,他們的財產作為談判籌碼。 而時至今日,坦白講,習近平主席,他說得更明白,中國對台灣,就是一定要一國兩制。 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,但面對這樣的危機,我們還是有人,甚至有其他的委員,在這裡,主張希望我們的政府,是要簽署和平的協議。 我坦白講,非常痛心,我覺得完全沒有改變。第二,當年院長在這裡,我可以看到更多的照片,看到你當年其實也為了能源,為了核四這樣的議題,在做紛爭,在做討論。 當時,二十五年前,共僚也舉行過核四興建與否的地方公投,有六成投票率,六成的人站出來投票,百分之九十六是不同意共僚要蓋核四。 但是呢,現在,我們還是要面對是否重啟核四。第三個,第三個例子,二十年來,沒有進步的,讓我們痛心的是,性貧教育。 二十年前,在南平東啦,南平東,我們的高速國中,葉永志同學,因為他的性別氣質,不符合社會主流的期待,所以長期遭到霸凌,後來被發現猝死,在校園的廁所內。 當時這個事件引發了各界討論,促成了性別平等教育法,讓我們期待對每個孩子,讓他能夠尊重多元,尊重彼此的多元,尊重彼此的不同。 但是我們看今天,竟然反過頭來,有更多的聲音認為,性貧教育是其他非常不妥的狀況,甚至要求要退出校園。 這三個例子,完全都是跟您當年是一樣的,但依舊無解。 更不要說到今天,我們因為時代變化,所以有更多的問題,從人口結構的改變,種種導致青年低薪,保治長照問題的嚴重。 這都是現在的政府,代解決的問題。 所以,作為青年世代的我們,坦白講,非常焦慮,非常焦慮。 我們期待的是,政府要有作為。 而我認為,在多元資訊開放的社會之下,其實要凝聚出一個共識,才有辦法讓社會向前走。 那,凝聚社會共識,建立法制,今天是司法法制組最後一天的質詢。 我認為,尋求共識,建立制度,是唯一的解方。 可是,在達到尋求共識,建立法制之前,最重要的是,人民要對政府有信任。 院長,你覺得台灣人民對現在的政府,有足夠的信任度嗎? 院長,你也知道。 那,好啦,院長,你這麼誠實。那,反過來,我來問問好了。 院長,你知道,現在全世界,根據調查,最受信任的國家,是哪裡嗎? 我讓院長看,我用了一個數據喔,這是愛德曼公關公司,每年都會公布的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。 在這個調查報告裡面,最受到信任的國家是哪裡? 我想,大家可能都不相信,是中國。 中國,有86%的人民,信任,他的政府政策,是好的,是有效度的。 甚至,今年還比去年,提高了兩個百分點。 那,其他的呢,所謂的老牌民主國家,反而,大概都不到五成的信任度。 更不要說台灣自己中研院的調查,每一次調查,台灣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,信任與不信任的差距是越來越大。 所以這個問題相當的嚴重。 這個問題可以看出,就是越極潛的國家,越一元堂,然後他的國家在表象上,都是越被信任。 比如,剛剛完成的北韓的投票,他的得票率,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。 當年,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時候,那時候大家也是,蔣總統是民主救星,天天喊蔣總統萬歲。 而現在,台灣民主大門打開,越自由越民主越開放,個人越受到尊重,言論越能自由表達,政府的威權當然越降低。 我也同意。 所以才會不被信任。 我也同意。 這也是自由民主開放的相對結果,但,就人民來說,是幸福的,而政府的責任就更重了。 我同意,正因為現在資訊開放,大家的多元聲音可以被表現,所以要凝聚共識就更難。 也因此,政府一個政策要讓所有的人都能夠支持,坦白講,非常困難。 但是在這個難度之下,作為政府,他還是有應該要做的事情。 比如說,我認為,要達到一個可信任的政府,至少有三項。 第一個是政府本身的作為,政府本身呢,其實他就不應該依引力資訊。 這個當年的禽流感,我們看得很清楚。 隱瞞了三年,才被紀錄片踢爆。 第二,他行政調查,不能任意敷衍。 如果有問題,有錯,就應該要認錯。 洪仲秋案,25萬人上街,是最明顯的例子。 但是,講近一點,政策不能搖擺。 近一點的話,我們現在的暖冬專案,看起來好像大家都覺得不錯。 但不知道院長記得嗎? 其實,暖冬政策在推出之後,實施之前,第一波和第二波,他改了三次耶。 他從發布,第一波,有沒有宜蘭,到宜蘭的哪個縣市,就改過一次。 而且這個改是多快,甚至不是朝令夕改,是三小時。 兩點鐘發布,五點鐘又改。 第二波,第二波,有沒有要加入桃園、新北等等。 就是在大家的抗議之下,又改變。 我認為這樣,政策搖擺,是造成民眾不信任最大的原因。 院長,這三項,政府本身可以做的部分,在你的任上,可不可以向大家保證,你會做到最好。 我一定努力做到最好。 再來,這個是第二項。 第一項,是政府本身可以有的作為。 第二項,其實就是,你就算做得再好,但是消息傳遞出去, 在剛剛這樣資訊多元的社會裡面。 其實,假消息的流竄,是我們不得不防不斃的。 在假消息的部分呢,雖然我們沒有辦法杜絕所有的謠言。 但是第一,我認為政府的反應要夠快。 院長上任之後,我認為整個行政部門動起來, 讓大家能夠在第一時間,用人民聽得懂的話,這非常重要。 人民聽得懂的話,來說明政策,我認為這是第一個好的。 但是第二個,我也要強調,我認為外部獨立機關進來, 替人民把關,防治消息等等,這些都是對的。 但,這個獨立的機關要有作為。 現在有這麼多的假消息,都已經被大家查證出來了。 甚至是農委會昨天也出來說,這個消息確定是假的。 這麼明顯的市政,為什麼我們的NCC可以完全沒有作為。 今天當然不是質詢NCC,但政府施政是一體的。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,我們還是代表人民覺得政府, 對這個假消息的傳遞沒有把關呢? 對,我覺得NCC應該硬起來,應該嚴整把關。 那我回過頭來,政府越做得快,越做得有效力, 越政策不要搖擺,越有一致性,越能贏得人民的信任。 同時運用新的科技方法,讓人民了解。 不過我反過頭來,回答僑會委員剛才三個面向。 就是兩岸,能源政策跟進步思想和立法。 比如,這三個評比來說,其實國民黨一直就是搖擺的。 反而民進黨始終堅定的。 比如,兩岸政策,就再一次我來談,舉例, 跟你在大學博士班同一個老師的蔣萬安。 他家四代,我都認識。 他的真主婦,蔣介石、蔣中正,說反攻大陸,我當兩年兵。 跟著他說,反攻大陸,消滅萬惡工匯。 等到蔣萬安的主婦,蔣經國做總統,我跟他握手,他說, 他說,中共不可信,一定要散佈。 等到他的爸爸,蔣校園當立法委員,我當行政院長, 他爸爸說,一定要三通,到蔣萬安當立法委員, 先來跟你同事。他說,蔡英文總統說的, 四個必須,三個玩不玩,是對的,他支持。 我就覺得,你看國民黨變化,而蔣萬安講出真話, 國民黨還抨擊他。第二點,就能源政策。 民進黨始終堅持,揮和家人努力。 你看,國民黨變化多大,不要講別的,就講, 馬英九,封存核四,也是他。 現在要重啟核四,也是他。 誤了多少台灣人,毀壞了多大環境。 第三,就信貧。你看,民進黨始終堅持, 幸福的人能夠追求幸福。 所以,民進黨是進步的。 民進黨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公平受到保護。 所以現在行政院推出新的華朝案, 大法官四至七十八號,施行華。 但國民黨,你看,今天兩岸都變成要惡毒啦。 你看,國民黨是保守的、漏武的。 所以,我很期待,我們一起努力, 讓政策不要變來變去,讓人民信任政府。 謝謝。 院長,我讓你充分的表述,正是因為我相信, 政策的選擇,其實也是價值的選擇。 政黨輪替就是代表價值,隨著時代進步的價值, 要能夠成為社會的主流聲音。 所以,他才有辦法成為國會殿堂的多數, 而站在這裡,成為國家的方向。 但,可以一致的,始終如一的,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 所以,我很謝謝院長,也支持院長, 如果要能夠讓國家社會往前進, 這整個社會政策要不變的往同一個方向。 但,如果有其他的朋友,站在這裡,因為時代的改變, 他願意轉換了觀念,我認為這也應該是值得鼓勵。 並且,在相同的認定之下,在相同的國家認同之下, 我們做政策的進主。 對,不同的政黨競爭,但是面對外敵的時候,要大家一致。 所以,早年我們要打開民主的大門, 那時候面對的是國家暴力,國家權威,那是國民黨威權統治。 我們台灣人民打開了,現在是政黨競爭,政黨輪替。 希望,政黨雖然競爭,但一起為台灣,要一起努力。 不要迎合外敵,破壞台灣的力量。 院長,其實我發現我可以問的還有非常的多, 但是呢,時間已經到了。 那回家再談。 我相信,其實是,院長,在這樣的狀況下, 我對政府還是充滿了期許和祝福。 我希望院長繼續加油,加油,我的爸媽。 謝謝,你的媽媽一定也努力。 好,那請兩位,請蘇院長跟蘇委員回家再談。 好,謝謝蘇院長,謝謝蘇委員。